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耶稣抬头观看,见财主把捐相投在库里,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,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,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。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,拿出来投在捐相里,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,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 有人谈论,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。 耶稣就说, 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,将来日子到了,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 他们问他说, 夫子,什么时候有这事呢?这事将到的时候,有什么预兆呢? 耶稣说, 你们要谨慎,不要受迷惑,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,说,我是基督,又说,时候尽了,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,不要惊慌,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,只是末期不能历时就到。 当时,耶稣对他们说, 民要攻打民,国要攻打国,地要大大震动,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,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 但这一切的事已先,人要下手拿住你们,逼迫你们,把你们交给会堂,并且收在尖里,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,所以,你们当立定心意,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速,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、智慧,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驳不倒的。 连你们的父母,弟兄,亲族,朋友,也要把你们交官,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。 你们要为我的名,被众人恨恶,然而,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,你们长存忍耐,就必保全灵魂。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,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尽了。 那时,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,在城里的应当出来,在乡下的不要进城,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,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 当那些日子,怀孕的和奶孩子的诱惑了,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,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。 他们要倒在刀下,又被掳到各国去。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,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照,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。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荒荒不定,天势都要震动,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,就都吓得魂不覆体。 那时,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,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 一有这些事,你们就当挺身昂首,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尽了。 耶稣又设比喻,对他们说, 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,它发芽的时候,你们一看见,自然晓得夏天尽了。 这样,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,也该晓得神的国尽了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这世代还没有过去,这些事都要成就。 天地要废去,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 你们要谨慎,恐怕因贪食、醉酒,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,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,你们要时时警醒,常常齐全,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,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 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,每夜出城在一座山,名叫橄榄山住宿。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,到耶稣那里,要听他讲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